这个额说丁和说的另一种解释 其实呢 或可受用言化解误说法 而非法证无言说法 或者呢 这个额说丁和说 可以从第二个角度来做解释 就是那受用证 言化证都能够说法 这个受用证为什么说法 受用证 我们之前有讲过 佛的受用证 仍为知受用 仍他受用 从他受用的角度呢 就是为大菩萨说法 他在受用证 仍说法 而变化证呢 就是为神问 为百菩说法 那变化证 仍是为百菩萨说法 那所以这个就是恶说 那么一不说的什么 就是非法证 因为法证是没有言说的 那是没有言说的 我们就等于 用愿文字 用言声 叫做说法 所以他就不能说法 所以这个恶说 言不说 就是 就要什么就是 证明我说到 虽然万象 내过 证是 说法证 仍为恶说法 那里有什么臣鸡肢影响 第三句 第一财励就是 三接证 首方 仍为恶说法 发生 保护声 华声 都有说法 作詞曲 李宗盛